高工局人员电话接不停 因为四天清明廉价进入第三天 天气好高温来到24度 一家大小扫墨外家出去玩 开车上国道 国以北上细止到五度 国务北上投尘到平临 时速不到40 不过高工局预估从下午开始涌现 北返车潮 车潮可能会持续到深夜过后 所以建议用人如果可以尽量避开 今天下午北上 连家第三天 预计是最塞的一天 高工局运辜 车流量将来到119百万车公里 是平日的1.4倍 其中部分路段要特别注意 嘉义以北 到进入的云林 彰化 台中 苗栗到新竹 其实到湖口以南 这几个路段的话 都会局部的发生涌舍 挥别大陆冷气团 天气一路好到星期六 周日才会受到封面的影响 因此提醒民众 不管是返回工作岗位或是出游 提早出门利用替代道路 才能够避免被塞在国道上